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久 我在公司面试时见到了他 33岁生日刚过 我从任职长达8年的公司离职了 我没有恐慌和焦虑 相反 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被上司告知 我利用个人时间完成的智能化软件被公司看中 准备成立新公司孵化这款产品 我作为新软件的搭建者 被任命为技术总监 项目组内有几个老同事 也被安排进了这家公司 我激动万分 很快 我向公司提了离职 今天我来到新公司办公地点 非常兴奋 不停地给张晴发微信 分享喜悦的心情 张晴是我的女朋友 也是我公司的同事 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 我们一直保持地下恋 直到现在 公司也没几个人知道 我发了十几条消息 他一直没回 可能是在开会吧 我心想 我走出电梯 看到眼前的场景 整个人都炸了 几个和我一起离职的同事 站在新公司办公区 激动地和前台确认着什么 他们告诉我 这里根本就不是新公司的地址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 核对了三遍 又确认了三遍 地址没错呀 这是怎么回事 张晴说 宇哥 你问问万总 我点点头 发消息 不回 打电话 不接 我们心中都有不好的预感 我告诉他们 我现在去核实下情况 他们面如死灰地点点头 离开了 他们都结婚了 要养娃还贷 如果真有意外 没有补偿 根本扛不住两个月 我一直给万元打电话 一直处于未接状态 我冲到公司 保安死活不让我进 前几天还和善地前台 这时候完全像换了一个人 他冷冷地让保安拦住我 万元的身影从我的面前一闪而过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推开保安 冲进万元的办公室 他一脸平静地看着我 他示意他们离开 我知道 战斗开始了 八年前 公司不足十人 尚在创业期 那时我负责编写核心代码 是项目组负责人 很快 公司做出了第一款AI产品 FT助手 主要用于智能家电中的AI系统 实现人机交互功能 当时正值家电市场兴起 产品一炮而红 我们与国内多家巨头行业达成合作 公司规模急速发展 队伍急剧扩大 管理问题也越来越多 我一个人分心乏术 这时 万元进来了 他在项目组做基础工作 很擅长向上管理 经常和公司领导 客户喝茶 打高尔夫 汇报的时候抢工 没多久 他开始代替我出席一些重要场合 我当时一心扑在技术上 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我一边想方设法让FT更新迭代 同时也在思考着全新的技术实现途径和AI全新的发展方向 他一路高升 做到了公司技术总监 虽然他是技术总监 基本上没怎么实际的管过项目 同事们有难题 只找我解决 我们分工明确 他处理对外事务 我解决技术难题 公司也在我们的努力下 越来越好 我把他视为战友 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看着他问 万总 新公司的地址是不是给错了 他惊讶地说 什么新公司 我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一般 但是为了跟着我的同事们 我稳住心神们 前段时间您不是告诉我 要成立一个新公司吗 让我当技术负责人 哼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这是他开会的时候说的 他说要保密 我们没有留下证据 你明明说过的 我结结巴巴地说 秦宇 你疯了吗 怎么编出这么可笑的故事 你自己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也配当技术总监 你都没我家狗能干 我在这家公司待了整整八年 我为了按时完成项目 打着点滴 在医院加班了整整七天七夜 我为了公司抢占市场先机 私下研究各种技术 提升系统性能 八年时间 我为了公司几乎失去了自己 心里想说无数句话 但最终只说出了三个字 为什么 万元不屑地看着我 悄悄地说 你的项目我给高管都看了 他们告诉我 万元的话如利剑一般 只赐我心 那个系统就是一坨屎 他还把我骂了一顿 你做出来的东西和你人一样 都是垃圾 要不是看在以往的情意 把你留在公司 不然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我看到你都恶心 滚出去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写字楼 中午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偷偷告诉我 万元根本就没给高管看过什么项目 项目组原本也没有财人指标 是万元为了在总裁面前炫耀业绩 在开会时擅自领了财人的任务 看到优化人员名单后 他们也很惊讶 人事主管找万元确认了好几遍 最后才同意了这个名单 我听完后 沉默许久 最后问了个问题 张晴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也别怪晴姐 他只是个专员 对公司人事工作要绝对保密 如果私下里告诉你这件事情 你们都保不住 我点点头 送走他们 我心情无比烦闷 翻开微信 给我唯一的好朋友发消息 不要脸的 今晚出来喝酒啊 我曹 失踪人口回归了 欢迎雨神下凡 我飞速按键 下午六点 微醺酒馆 他发了OK的手势 并回复 不见不散 下午六点 我已经在酒馆里就着花生米 喝了五瓶啤酒 成勇到了 看着这个样子的我 也没说什么 自己倒了一杯 和我碰了一下 一口喝完 雨神 你这是怎么了 我就把公司辞退我的事情 原原本本的和他说了 他瞪大眼睛 这种方式的辞退 他也是头一次见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晕晕乎乎的喝了一杯 含糊不清的说 不知道啊 休息一段时间在找工作 他拿起酒杯 试探性的说 兄弟 跟你说句实话吧 你技术绝对厉害 但是你这个年纪想找工作 有点困难啊 先不说年龄问题 通过面试 万元也会给你穿小鞋 我细想了一番 今天确实和万元撕破脸了 被调的时候 他肯定会说不好的话 我苦笑 那怎么办 难不成我回去种地吗 有没有想过自己当老板 你别忘了 你大学的时候 随便搞了一个软件 当时好多公司抢的药 你都没卖 这个想法确实打动了我 看了看自己手机里的余额 我立马打了退堂股 可是我手里的存款 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起 我还没有取到资源 创业实在太难了 承勇接话 我有啊 你和我一起干吧 我怀疑地看着他 上学的时候 他穷得要死 我几乎每天给他带饭 他天天嚷嚷着还不起 你 承勇见状 他把手机余额偷偷给我看了一眼 一位数 两位数 八位数 我曹我震惊地看着他 他还没来得及得瑟 我就掐着他的脖子 恶狠狠地说 还我饭钱 早上起来 我就看到了张晴的流言 他约我见面 我还没来得及洗漱 就匆匆赶到约定地点 我们已经谈了好几年恋爱 感情一直很稳定 快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对不起 残忍的事情 我真的不能说 我和公司签了保密协议 如果被查出来 我根本赔不起那笔钱 我看着他哭得梨花带雨 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怪你 你有你的难处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有没有计划 他关切地问 有个朋友叫我去创业 我还没想好 张晴也附和道 创业风险大 你要好好考虑 这时 我收到了成永的微信 雨神 昨天答应我创业的 别耍赖皮呀 我送走张晴 就来到成永发定位的地方 我看着不知道 他从哪里找的五层靠海别墅 厨房 KTV 电竞房 音音俱全 看着窗外绝美的海景 我吞了口唾沫说 你租这么贵的地方干嘛 成永对我的反应很满意 笑嘻嘻地说 这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了 我们就在这里创业 突然 他冲我肩膀砸了一圈 我一个机灵 你干嘛 以后别说贵不贵 这种没格调的话了 本公子花钱只看心情 我连连点头 过了一会儿 还是忍不住问 这个地方一个月到底多少钱 这是老爷子给我的18岁礼物 不花钱 我 我们花了点时间 把房间收拾好 成永就叫我去开会 今天是我们小目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的纪念日 雨晨 你作为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本总裁 现你三天之内 想的好项目出来 正在做笔记的 我立马停了下来 忍不住问 什么是好项目 成永瞪了我一眼说 能搞钱的项目 就是好项目 三天啊 我有点为难 成永拍拍我的肩膀说 好好干 我对你有信心 我想了一会儿 拿出电脑 打开软件 试探的说 这个好不行 他接过电脑 浏览代码 很快 他眼睛都瞪圆了 这是AI技术 我点点头 这个项目是我自己完成的 就是利用AI技术 能够自动编写程序 实现不同软件之间的数据打通 建成数据生态 成永双眼赤红的看着我 我被他炽热的目光 看得有点发毛 我以为他对我的项目不满意 正当我在想说什么解释一下的时候 他抓着我的肩膀说 雨神 你太牛逼了 这种东西是怎么想出来的 啊 我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 成永兴奋的摇着我的肩膀 我之前参加过国际顶尖 互联网企业家会议 数据壁垒问题 是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甚至企鹅公司的老板 也对这个问题头疼很久 他看着一脸猛逼的我 就这么说吧 只要你能搞出来 这东西就不愁卖 他来回夺步 然后一本正经的说 接下来 我宣布两个重要的事情 一 这个项目公司全部投入 你就一心铺在这个项目上 项目被认可 我也很高兴 二 我们公司的名字要改 改成几十个小目标公司 说到这里 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露出了诸葛般的表情 很快 他恢复原样说 秦总 你现在开始组建 项目团队吧 我最先想起了 跟我一起离职的同事 我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事情 都拒绝了 最后 我给江欣打电话 并和他仔细的说了 这个项目的事情 江欣沉默片刻 最后说到 宇哥 很抱歉 如果我年轻五岁 我肯定跟你干 但是我现在不行 压力太大 不敢冒险 我叹了口气 我理解他的处境 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我早上刚刚接到万元的电话 他向公司申请 已经让公司给我发了复聘的offer 待遇涨了5% 公灵按照之前的后颜 我惊讶地问 为什么突然复聘你们回去 江欣愣了一下 悄悄地说 听说我们之前维护的系统稳定性出了问题 万元被总裁施压 让他半天搞定 他懂什么 现在就剩几个小时了 他连问题在哪都不知道 只能舔着脸给我们打电话 让我回去解决问题 我听到前公司的事情 情绪立马不稳定 缓了一下 和江欣寒暄几句 挂了电话 下午10分 城南回米问 招到人了吗 我无奈地摇摇头 他沉思片刻说 你需要什么样的人 写给我 我找朋友想想办法 我摇摇头说 模型的基本方案都搞定了 现在就差模型训练 设计机密 招人要慎重 如果实在没合适的 我一个人先顶着吧 不影响 城勇点点头 拿出一串车钥匙说 庆祝公司成立 走 我们出去嗨皮 去哪 他黑黑笑着说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和城勇并排坐在游艇的甲板上 守着吊杆 阿T 我一边擦着鼻涕 一边裹着毛毯 瑟瑟发抖 这就是你说的有意思的事情 成勇紧盯着钓杆 低声说 钓鱼都不喜欢 你不会除了上班 不会干别的了吧 我本想反驳 细想了一下 发现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快 看着鱼杆 浮飘一抖 就赶紧拉 第一次钓鱼的人运气都不错 浮飘开始起伏 我见状赶紧收肝 拼了老命的拉上船 竟然是条长达一米的石斑鱼 程勇抱着我大喊大叫 我一边大骂他死玻璃 一边用力推开他 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 是江欣打来的 宇哥 系统的问题是底层代码和硬件不匹配 我们都没有人参与过底层代码编写 现在只有你能修了 我一心抵御着程勇的骚扰 他的话没听全 随便回复 你等等 我被一个死玻璃纠缠 待会再打给我 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折腾了许久 程勇终于不找我了 而是抱着那条石斑鱼使劲亲 我一阵恶寒 拿起手机 我刷到了网站关于FP助手的新闻 FP助手瘫痪 多款智能家电品牌下线 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的手机再次响起 还是将心打来的 我没有犹豫 接起电话 直接说 我只接万元的电话 拒接了几通电话后 那个熟悉的号码出现 我冷笑着接起 万总 久违了 万元已经失了分寸 噼里啪啦的说着 然后气喘吁吁的说 你清楚了吗 我坐在躺椅上 喝了一口热咖啡 不紧不慢的说 你再说一遍 万元气急败坏 秦宇 现在没人跟你开玩笑 你看到新闻了吧 FT助手从来没有出过这种问题 这都是你搞出来的系统 适配性太差了 他的声音很大 把程勇都吸引过来了 我对他的话无语到极点 他难道忘了昨天的事情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你是谁啊你 不会说话回去 和你爸妈好好学学 有事别找我 我没空 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程勇怪异的看着我说 在这种傻子下面工作这么长时间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一脚把它踢出两米远 滚 万元又打了几通电话 我一直拒接 他开始给我发微信 秦宫 FT是你一手做出来的 你不想看到他垮掉吧 如果事情在闹大 整个项目组要优化50% 请你帮帮忙吧 我看到这条消息 眉毛一跳 真的吗 万元的信息立马发了过来 当然真的 总裁已经在管理群下的死命令了 我看了看不爽的程勇问 老板 要是有不错的人选进咱们公司 能涨薪30%吗 程勇瞪了我一眼 告诉我 这种小事不用麻烦他 他在忙正式 太好了 他们要是被优化 我全员接收 涨薪30% 然后 万元沉没了 我以为他到此停手 但是没过20分钟 他又开始发消息了 如果需要报酬 我可以和人事不谈 我按照你时薪的三倍支付给你 我想了想 回复道 一小时一千 万元的消息 立马跟了过来 没问题 我答应了 咱们赶紧开始干活吧 我私存片刻 回复道 一小时五万 少一分我都不干 万元沉没片刻 还是回复 没问题 我答应你了 我现在拉你进会议 什么凭证都没有 就想让我干活 你到底想怎么样 万元控制不了 愤怒的发了这条消息 然后立马意识到不妥 随即撤回 我提供什么 你才会相信呢 提供公司的劳务合同 盖章签字后发给我 当然 我还要聘书 也要盖公章 可是人力下班了 明天可以吗 我明天再考虑这事情 我丝毫不客气 一分钟后 万元回复 我去沟通 果然 不出十分钟 聘书 合同发给我了 万元急吼吼的说 我拉你进会 我看的合同和聘书 心中还有些复杂 曾经我想要这些东西 万元推三阻四 一直不对线 现在我离职才两天 他主动发给了我 这人啊 就是贱 我问了旁边的程勇 有人让我干活 出价一小时五万 我干不干 他差点把拖鞋 护在我脸上 我给他回了三个字 我拒绝 这时 游艇到达的地方 没有了信号 接收不到任何消息 我们在海上待了一夜 早上回到别墅 我才看到FT的消息 FT助手 没能按时维护 导致终端客户 产生巨大损失 各大客户开始收集证据 打官司索赔 公司也因为这件事情 股价大跌 蒸发了几百亿市值 我也接到了 江新等同事的留言 他们因为没按时解决异常 替万元背了锅 又被公司裁了 但至少这次 他们是有赔偿的 比之前好很多 我也给他们发了消息 让他们过来 直接涨薪百分之三十 不到下午 江新几人就来到了别墅 他们看着办公环境 发出阵阵惊呼 宇哥 我现在佩服死你了 那么超前的框架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种程序的适配性 在行业内绝对是顶尖的 我之前没看过底层代码 这次看完以后 我心里只有一个字 福 我好奇的问 万元说 这次的事故 就是因为失配性啊 江新无语 什么呀 这次的事故 完全是因为他乱升级 升级方向和底层代码有冲突 是他自己搞出来的 我也无语 丁氏问道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们也是翻遍了你交接的资料 当时针对迭代可能出现的问题有解决思路 我们顺着思路解决了 我点了点头 我原来交接的电脑里 确实有很多资料 不仅包括我对FT助手可能出现问题的思考 还有现在模型的概念设计 我安排江新他们住下 签完劳动合同以后 江新等人一脸期待的看着我问 宇哥我们新公司的项目是什么 我黑黑一笑 就是我们前几天因为他离职的项目 江新等人听到后兴奋不已 他们原本就比较看好这个项目 因为被前公司欺骗而感到可惜 现在又听说可以推向市场 就跟天上掉线饼一样 这时程勇回来了 他和江新等人打个招呼 就跟我们说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企鹅公司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 他们总裁让我们两周内 把出版软件做好 现场演示并且做技术答辩 兄弟们我们得忙起来了 我惊讶的掐了掐大腿 发现剧痛 赶紧带着人去忙了 这时候我接到了张晴的电话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问我的近况 我如是告诉了他 他说前段时间公司太忙了 最近缓过来了 他这几天抽空会请假过来照顾我 我心中一暖 发给他我们现在的地址 我和张晴的通话 江新无意间听到了 江新问 宇哥 你还在和张晴谈恋爱吗 我点点头 他是原来公司为数不多 知道我和张晴关系的人 你有没有觉得他这段时间不太对 他试探性地问 我细想了片刻 摇摇头 没有啊 他怎么了 他犹豫片刻 最后说 没什么 我笑骂他几句 督促他赶紧干活 现在的模型还需要大量的数据训练 我们的任务很重 用我之前收集的数据来训练 根本无法满足训练量 江新他们在用现有的数据训练模型 而我在处理更加紧急的事情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数据量不够的问题 我之前也搭建了专项条件下的数据生成模型 但是之前的边界条件根本没考虑到企业公司的特定条件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模型需要大改 我几乎好几天不眠不休 一直在完善模型 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 我们几个人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 幸好张晴来了 他请老师嫁过来做好了我们的后勤工作 我们的工作步入正轨 终于在第二天我们要去见客户的前两天 我们完成了最后的模型训练 模型在测试环境下 稳定运行率已经达到99.999% 基本上可以应对所有的突发情况 我们看着近乎完美的模型 不由的狂喜 积压许久的压力也需要释放 在张晴的提议下 我们决定在海滩开一个夜晚party 程勇也全力支持 他拍了拍裤兜 意思是花多少钱他报销 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 烤肉海鲜应俱全 江欣等人还拆了程勇珍藏好酒的XO和威士忌 心疼的程勇脸都僵了 也许是压力太大 我们平均每个人都喝了一瓶多的洋酒 最后无意幸免 全部倒下 第二天早上被闹钟叫醒 张晴已经离开 桌上放着热气腾腾的早餐 见客户的衣服已经放在沙发上 我的办公电脑也整理好摆放好了 我和程勇吃完饭 直接出发去企业公司 在前台的指引下 我和程勇坐在会议室等着 在等待的时间里 我把今天要讲的内容复盘了好几次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后 这才放下心来 早上10点 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 我们以为是客户 起身欢迎 但是一个绝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人 竟然走了进来 万元 你怎么来了 我下意识地说 这不是被我辞退的员工吗 这要巧 你也在这里 看到万元 我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他笑呵呵地走到我们身边 低声说道 你上次让我吃了大亏啊 这次我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了 我毫不客气 狗改不了吃食 你还是没吸取教训啊 你万元怒急 这时 企业公司的人走了进来 我们全部都站起来欢迎 企业公司出席会议的只有一个人 年月26 穿着职业装 头发简单扎起 显得极为干脸 你们好 我是分管总经理的特助 黄一连 这次项目全权由我负责 万元效应的说道 黄经理 我和许总是老熟人 经常一起喝茶聊天 他老是提醒你做事干脸稳重 他很器重你啊 黄一连不嫌不淡的说了句 谢谢万总夸奖 他坐下后 说道 我们开始吧 万总 你们先来吧 万元连上电脑 开始了他的讲述 他原本口才就极好 讲话很有感染力 枯燥的PPT在他的讲述下 很有故事性 看得黄一连连连点头 我看着万元的PPT 脸色煞白 万元对于这个项目构思 架构的设计 功能的匹配 竟然和我基本一致 哪怕在一些细节上有区别 但是核心一模一样 我和成勇都感觉不妙 万元自信满满讲完 黄一连忍不住鼓掌 等到我开始讲的时候 由于过度紧张 我把之前准备好的东西全忘了 只能看着PPT想到哪里讲到哪里 原本构建好的逻辑 被我拆得稀碎 我还是不是发挥一下 效果更差了 黄一连听着 皱起眉头 听到后面实在没意思 他索性在本子上开始画画 我心灰意冷地回到座位上 成勇彤彤我的胳膊 示意我不要放弃 还有答辩缓解 黄一连问了几个很简单的技术问题 万元回答时 他认真地记录 我回答的时候 他只是看着我 没在本子上画一笔 他仔细检查了本子上的笔记 没有遗漏后 他问出了最后的问题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公司目前的财务情况 人员情况 设备情况是怎么样 万元听到这个 抢先回答 我们公司是国内最好的系统解决服务商 为国内多家巨头 企业提供过系统服务 我们每年研发投入 高达十几亿 完全有能力 支撑这个项目的研发 我们创新中心 一共有300人 分为架构部 算法部 研发部 产品部 测试部 设计部 架构部就有80人 我们中心具有国内最领先的算力系统 黄一连听完连连点头 微笑着说 我们接洽仅仅仅一周多 万总就有了这么详尽的项目计划 看来贵司的研发实力 确实名副其实啊 接着 他问我们 你们呢 公司成立多久了 我和成勇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回答 成立十来天了 公司四五个人 设备嘛 就有几台电脑 黄一连皱着眉头把情况写下 最后说道 你们把之前要求好的软件样品给我 我们会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也将影响这次供应商的临选 我们交完优盘后 万元接了个电话 急急忙忙就离开了 黄一连送我们到门口 我忍不住问 黄小姐 我们是不是没戏了 黄一连看着我憨憨的样子 笑着问 为什么这么问 我支支吾吾的没说话 他的笑容更灿烂了 说道 我们很重视合作伙伴的 不会草率决定 要依据企业文化综合选定 你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他指了指前台金灿灿的四个大字 技术为王 回到办公室以后 调出了当天的监控 发现唯一有可能盗走我们软件的 就是张晴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他为什么要偷走软件给万元呢 江心迟疑了片刻 说道 宇哥 有个事情 现在我必须得告诉你了 什么 张晴好像和万元的关系不一般 关系怎么不一般啊 我看着江心躲闪的眼睛问 最后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揪住江心的领口怒吼 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公司听说 张晴和万元的关系一般 有人看见 他们在茶水间一起进出 倔江心看到我的脸近乎猙獰 他吓坏了 这也是公司的谣传 没有证实 我不敢告诉你啊 承勇一脸严肃的拉开我们 看着喘着粗气的我 说道 你先冷静一下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 我有些心烦意乱 硬了声就往房间里走去 承勇担心的看着我 轻声的说 雨神 你是队伍的主心骨 赶紧调整过来 我们还有下一场硬仗要打 我回头看了看他 点点头回到房间 我在极度的痛苦中度过了五天 最后承勇拿来了他找到的证据 是一段不堪入目的视频 还有他们的私密照 原来万元的老婆早察觉到不对 早就开始调查 而且已经拿到了一些证据 听说我也在找证据 他就把证据提供给我 万元的事情我也打听清楚了 上次那么大的事情 他立了军令状 一个月内让股价在原来的基础上涨 百分之三十 如果达不成 他将会失去所有的股权和期权 他刚好听说我们在和企鹅公司接触 他看了一遍你离职交接资料 决定用这个项目换自己的前途 他动用全公司的资源 没搞出来 就让张晴来偷了 我巴唧巴唧的抽烟 沉默 在烟雾缭绕之下 承勇问我 你怎么打算想起这一桩桩事情 仇恨在我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 承勇见状 欣慰的笑了 这时电话响了 我是黄一连 下午两点到公司来 密聊 我们按时到了企鹅公司 还是在那间熟悉的会议室 黄一连还是一副干练的样子 这次她的表情柔和多了 她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安排我们坐下后 直接进入正题 有个好消息通知你们 恭喜你们进入第二轮考察 第二轮考察比第一轮更难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程勇最先反应过来 赶紧说我们会全力配合 黄一连点点头说 你们的软件我们已经测试了 稳定性还是没达到预期 第二轮你们要控制到99.99% 如果达成了 我们就可以签合作协议 我皱着眉头说 稳定性的问题应该就是数据样本的问题 很多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来的 但是这些数据不涉及具体的运营数据 这个需要你们来提供 单靠我们解决不了黄一连脸上露出赞许的神情 他从文件夹中拿出一份文件 递给我们 涉及我们公司的机密 咱们把保密协议签了 我和成勇一脸不可置信的走出大楼 成勇很不像样的扇了自己几耳光 我实在看不下去 帮着他扇了几下 接下来的两周 我们疯狂地加班 处理模型训练的事情 期间张晴也断断续续给我打电话 不是侧面打听企鹅公司的事情 就是想过来看听消息 有了上次的教训 我以项目失败 公司处于即将解散状态为借口 拒绝了他 我们拼了老命 赶在最后一天 把模型交了上去 万元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虽然没有拿到最终结果 但是他已经让媒体开始造势 和企鹅公司即将达成合作的事情 频频出现在各大平台上 前公司的股价只跌反涨 仅仅一周时间 就快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一周后 我们接到了企鹅公司的通知 双方正式达成合作 消息已经发布 老东家股价再次下跌 这一次 前公司的股价短时间内 再也没有上涨的可能性 万元再也待不下去了 向公司提出了离职 现任总裁听说 我是离职后创业的 一气之下 把人力部门也来了的大换血 我们全新投入到企鹅公司 AI系统的定向开发 我和黄一连的对接越来越多 每次见面 她的笑容越来越多 一个月后 系统稳定下来 系统的使用 立马让企鹅公司的运营成本 下降了30% 黄一连也因为突出的工作表现 直接实现三连生 企鹅公司的成功 其他公司也很快找上我们 以最快的速度达成合作协议 公司业务量暴涨 人数急速增长 江星等人也从技术员 变成了管理者 仅仅三个月后 成永乐呵呵的找到了我 说以公司现在的业务量 几十个小目标 年底就能达成 这时 江星找上了我 推给我一份简历 我打开一看 竟然是万元的 宇哥 你打算怎么办 这时我接到了张琴的电话 这段时间我们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为了不让他起疑心 我还是保持着以前的态度 甚至对他更好 定期支付他的信用卡 最近 他也习惯了超前消费的行为 这次打电话果不其然 就是为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 他看上了一个十几万的包和好几万的鞋子 第二件是他告诉家里人催着他结婚 结婚这个话题 他这段时间经常提及 都被我有意无意的挡了回去 我看着万元的简历 一个想法浮现在脑海 我告诉他 公司为了庆功 订了一个高档餐厅 让他好好打扮 和我一起出席 看到时间后 他很开心 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 挂断电话后 我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万元的中面时间也在十天后 地点在这家酒店江心走了之后 我给张晴的父母 兄弟 朋友 同事打电话 告诉他们我要对张晴的感情有个交代 他们还不知道张晴和万元的事情 都以为我要向张晴求婚 他们高兴极了 一口答应会准时过来 同时 我也告诉了万元的老婆 最后一个人 我告诉了黄一连 她听完 带着一丝哭腔答应了 我默默地挂断电话 心道 傻姑娘 我怎么会赴你 十天的时间到了 到场人员极多 除了黄一连 公司的全体同事 张晴的亲朋好友 还有万元和她老婆 我忙着招待 和众人寒暄 张晴趁我不在 偷偷拉着万元离开会场 江晴过来告诉我 我淡淡一笑 装作不知道 继续招待着 晚会开始 程勇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 让我上台发言 我镇静地上台 看着台下上百人 缓缓地说道 各位同事 朋友们 今天是公司成立的三个月纪念日 三个月并不长 但是我们在这三个月时间里 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我们和企鹅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 签订的项目收益高达30亿 我们还和其他几家龙头企业达成了合作 成立这三个月 我们预计能够达成营收至少80亿 三个月前 我们被公司裁员 被人骂为垃圾 废物 三个月后 我们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离不开大家的努力 我敬大家一杯 我举起酒杯 朝着所有人举杯质疑 大家拿着红酒杯 一饮而尽 我们的底层软件 除了在互联网领域 在制造业 文娱产业 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来我们将有高达几百亿资金的投入 对此 我宣布一个好消息 公司IPO正式启动 所有同事都将分到原始股份 台下掌声雷动 会场的气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我微笑地说 接下来 我们有请张晴女士 给我们演唱《辞旧迎新》 张晴激动地上台唱歌 我让人暗地里告诉她 她唱完后 我将会宣布和她订婚的消息 那时她就是准上市公司高管的未婚妻 她很快就能达到人生巅峰 万元带着她老婆悄悄走到我身边 恭敬小心地问 秦总 我的面试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我没有看她 淡淡地说 结束后再说吧 她连连说道 好的 好的 她演唱到一半 背景音乐没变 MV变成了她和万元开房的视频 万总 我已经把秦宇的软件偷过来了 下个月直击晋升的时候 要帮我多说说话呀 没问题 我好好报答你张晴 她的父母 朋友 万元立马目瞪口呆 这不是张晴吗 她怎么和万元做这种事情 张晴的父母赶紧走到我身边 哭着说 小雨 这肯定不是秦晴 绝对不是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张晴见下面气氛不对 她回过头一看 当场愣住 话筒也掉在地上 发出刺耳的响声 此时全场的目光集中在张晴和万元身上 万元就像狼狈的流浪狗 差点跪在原地 老婆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证据都在 你还解释什么 万元已经完全慌了 她本能地环顾四周找替她背锅的人 最后她看到在台上失魂落魄的张晴 老婆 都是她勾引我的 不光跟我 她还和公司的其他人有染 张晴和张晴的父母都愤怒了 冲到万元面前 扯着她的头发 怒骂 明明是你威胁我 我要是不从 你就要辞退我 你少污蔑情情万元的老婆见状说道 万元 你竟然婚内出轨 我要回去找律师 让你净身出户 万元想要拉住她 结果被张晴等人纠缠 他们又扭打起来 全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朗声说道 大家 我宣布两件事情 张晴女士有错在先 我单方面和她解除恋人关系 其次 张晴女士和万元先生盗窃公司商业秘密 公司将全力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万元和张晴等人扑过来求情 保安见状把他们拉出会场 会场再次恢复安静 所有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拿着话筒 灯光关闭 聚光灯照在我一人身上 接下来 我想邀请一位特别嘉宾和我演唱一首歌 没有她 我们走不到今天 聚光灯跟着我一动 最终停在黄一连面前 我微笑着伸出手 说道 黄小姐 我邀请你唱一首告白气球 可以吗 她双眼含泪地拉着我的手 我们一起上台 一起演唱 台下狂喊 在一起 娶爸 我们相拥 我在她耳边说道 这次的活动 是为了你举办的 我拿出准备许久的订婚戒指 戴在她的手上 所有人见证了这一刻 最后合影的时候 我站在她身边悄悄问她 有个问题 一直想问 嗯 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 她神秘一笑 附在我耳边轻轻说 我是哥伦比亚电子信息工程硕士 PPT你讲的确实不好 但是那几个技术问题 你改变了我的看法 思路 方法非常正确 简单几句话 竟然解决我们研发工程师 一直难攻克的技术问题 听得我都忘了做笔记 别忘了 我们的企业文化 技术为王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